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召会张翁杰丽姊妹 罗马书15章16节上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做成福音勤奋的祭司 参加训练以前 我和弟兄一直坚定持续牧养新人 陪着许多小羊长大 茁壮 成家 开驱 甚至成为须负责 佩达福士 然而在福音行动上 我虽然常常参加 但是负担却没有那么强 我的心似乎是冷的 缺少迫切盼望罪人得救的爱 我的灵似乎是死的 连发福音单章都要挑选对象 来壮年班参训后 在福音成全课程里 教师交通自己的经历 为福音花费牺牲 对灵魂得救流泪祷告 教师也传讲几个世纪以来 西教室的惨烈殉道 这些活而真实的见证 当头棒喝 敲醒了沉睡已久的我 主责备我说 你以为牧养就可以交账了吗 你及前许多福音在 你应当一无差别的爱罪人 于是我向主悔改 也类如绝体一般 是的神爱世人 所以无论是流浪汉 食荒老人 脚冰狼的 衣衫不整的 面带松煞的 穿着蓝白拖鞋的 我都热切接触他们 上市场买菜 上餐厅看医生 进便利商店 去法廊 我逢人就发福音单章 训练中的两个学期 我被分派到云林二轮 桃园如竹福音开展 每一次我们都经历 那里的充益 迫切祷告 挨家挨户扣房 欢呼喜乐的收歌 赞美主 我操练自己 向神癫狂 做神福音 勤奋的祭司 我找回对灵魂的热爱 传福音成了我的生活 感谢壮年般的成全 使我重新点燃神的爱火 天天焚烧 烧掉悲情下品 烧出福音的负担 灭后我要坚定持续实行神 命定之路 建造基督的身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